他的兄弟们借着酒劲,醉熏熏地开枪, 澄澄始终不发一言,眼神阴郁。 他的女友助林抱歉地冲我笑笑, 不好意思啊,今天画展庆功,他们喝多了, 想要体验一下平民生活才来这儿, 作为补偿,他仿佛施舍般地从前家里取出两百块。 二十份馄饨,不用找了, 我垂下眼,抱歉,我准备收摊了, 助林脸色难看,扯着她的袖口晃了晃, 阿诚,我只是好意,没想到她会不领情, 澄澄眼底的沉郁骤然消散, 变得温柔起来,安抚性地与她食指相扣。 在看向我时,嗓音已经有了熟悉的轻慢, 混成这样还装金贵, 她一把掀开沙罩,不是还有吗? 粉面扬在空气里,竹木岸上还剩下十几只馄饨。 我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意, 最后一份是留给我先生的, 先生,呈呈扯着嘴角, 江仪,你还真是和从前一样, 谎话连篇,下一秒,她伸过手, 锅子里的汤汁和虾皮顺着我的头顶泼下来, 半冷的汤汁钻进领口, 激得我一个寒颤, 狼狈是真狼狈, 对方人多势众, 我钻成拳头地手紧了右松。 她仰起嘴角, 恶劣地笑, 这才是一个太妹该有的样子, 助林的视线落在我黏腻的头发上, 眼中闪过轻蔑, 算了阿诚, 我不想计较了, 让她道个歉就走吧。 围观的人很多, 我看着她, 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报警。 喂, 这里有人撒酒疯, 砸了我的摊子, 我和诚诚是一个高中的, 第一次遇见, 是在相子里。 我用酒瓶砸了一个秃头, 对方捂着头逃窜, 还骂骂咧咧, 好好的和你妈学学, 装什么清高, 我气得浑身发颤, 看见有人路过, 我默不作声地擦着手上的血迹。 这时候, 那人递过来一张纸, 擦干净, 我认出她了。 诚诚, 学校的风云人物。 虽然学习差劲, 但是打架闹事, 抽烟喝酒样样不辣。 上学期室里的绘画比赛, 诚诚拿了一等奖, 因为一张眉眼好看的获奖照被疯传, 风靡校园。 我承认, 起初我和澄澄混在一起, 是存了别的心思的。 谩骂, 霸凌, 压抑的空气, 生活就像锦果的残碱, 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甚至不敢考得太好, 因为一旦名次足够靠前, 那些人就会像驱虫一样地爬出来, 拉着我和他们一起深陷泥潭。 我比任何人都想要从烂掉的世界里爬出去。 少年被徐峰拂过得翩翩白衣的一角, 阳光下好看分明的眉眼, 溺亡的边缘, 有太多可以称之为稻草的东西想要抓紧。 柱灵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球场的观众席上, 他带着几个人坐在我身边。 他的目光略过抱着校服外套的我, 投向球场中的少年。 我不要的东西, 你还挺稀罕的, 助林家庭富裕, 在学校里一向是大小姐的做派, 处处高人一等。 班里有大把的人捧着他。 听说你家里很穷, 住在那种他摆弄着精致的美甲, 绞尽脑汁地想了个词, 贫民哭, 有人起哄, 大小街, 人家那叫城中村, 他捏着鼻子, 抬手故作递善了善, 怪不得, 一股穷酸味, 只是这样的羞辱没持续多久。 抱着球过来的城城, 站在我们面前, 冷冷道, 你们在做什么, 助林脸色疏然发白, 但很快的, 他又有了新的底气。 就算我拒绝了你, 你也不该和江仪这种烂人混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他妈是个什么货色, 他助力在原地,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 在场的人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无声的羞耻, 几乎瞬间充斥了我浑身上下的每个毛孔, 城城拉起我, 丢下一句, 与你无关, 事后, 我问他, 你追过助林, 他似乎有些恼怒。 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忽然定定地看着我, 苍蝇不丁无缝地淡, 为什么别人总找你麻烦呢? 江仪, 你能不能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沉沉皱着眉, 上下打亮我, 其实, 你不染这些花花绿绿的头发, 还是好看的, 我苦笑了一下。 从小到大, 我听过最多的话就是, 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所以, 被人咒骂, 有爹生没妈骄, 也是我的错。 因为考得太好, 被人扯着头发按在女侧的洗手池里, 也是我的问题。 霓虹灯下, 澄澄见我不说话, 起身走得干脆。 我心里忽然有些酸楚, 熙熙攘攘的马路上, 行人如知, 似乎每个人都有去处, 只有头顶这一处灯火, 属于我。 可是上天似乎在和我开玩笑, 那团灯火很快地扑腾了几下, 灯熄了。 警察调解过后, 助林他们不情不愿递倒了欠。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回了家。 或许, 这也不能称之为我的家。 郊区的独栋别墅, 这里的每一样陈设, 都是卖了我也赔不起的价格。 二楼的书房, 男人在看一份杂志。 室内没开灯, 只书桌上拘着一个矮矮的墨绿灯盏。 昏暗的灯光洒下, 将碎金披薄流泻, 映在他的眼底。 门没关, 听见脚步声, 男人抬头, 眼里的错愕一闪而过。 他将杂志随手扔开, 轻笑, 姜姨, 你好像总是有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的本事。 我没说话, 有些局促地站在门口, 今天的馄饨没能按约定送过来。 他按了按眉心, 有些无奈, 这不重要, 沈阔起身, 从我身侧走过, 神色冷淡, 洗个热水澡, 先去睡吧, 沈阔是个很奇怪的人。 明明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商业大亨, 却不惜与人打交道。 生了一张漫画李斯文败类的脸, 却不加以利用, 从没传出过什么绯闻。 我曾一度怀疑他不喜欢女人, 当初是他资助我上完大学, 在我最捉襟见肘的时候, 伸出援手, 哪怕这援手之后有他的目的。 但是沈阔向来坦荡, 就像我大学毕业那年, 四处求职, 他递给我一份合约, 寡冷的一双眼, 写了淡淡的笑意, 没什么问题的话, 三年后, 你我迎获两气, 沈阔对我另眼相待, 只是因为我长得像他逝去的妻子。 合约的内容并不过分, 必要时候陪他出席一些场合, 每周末送来一份馄饨。 那时, 我沉默了很久, 问他, 馄饨要买的, 还是做的, 他挣了一下, 皱着没思索, 都行, 除了合同规定的内容, 这些年, 我们之间几乎没什么交集。 有时候, 我对着镜子端向自己, 究竟是哪里像呢? 眉毛, 眼睛, 或是鼻子? 新加坡那场合作商的晚会, 因为不合脚的高跟鞋, 我被他提前送回了酒店。 房间门口, 醉眼迷离之际, 我也曾攥着他鼻挺西装的一脚, 仰头问他, 沈先生, 你的白月光是个什么样的人? 白月光, 他尾音上挑, 不明就里。 我有些窘迫, 担心心思被拆穿, 强装镇定, 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不然您为什么和我签那样的合同? 他似乎笑了一下。 眼底的灰色却比夜色要深, 我不忍心再追问, 今天是合约的最后一天, 沐浴过后, 我正在吹头发, 却听到有人敲门。 顶着半湿的头发, 我打开客房的门, 眼里闪过一丝亚异, 沈先生, 他似乎顿了一下。 很快地, 沈阔将目光从我身上挪开, 有些不自然地递过来一杯热巧克力。 要续约吗? 我心里一紧, 两酒, 我听到自己尖色的声音, 不必了, 他欲言又止, 最后只是淡淡道, 以后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打我电话, 客房的门被再度关上。 我颓然地坐在沙发一角, 发烧得水一滴滴地落在手背上, 我却浑然不觉。 我只知道, 差一点, 我就要说好。 差一点, 就在一次重蹈覆辙, 逆进那温柔里。 沈阔是个好人, 在我孤立无援时, 将我从泥潭里拉出来。 三年前, 一念之差, 我同意了沈阔的提议, 起初只是为了报恩, 但我很清楚, 他的关照与体贴, 背后藏匿的浪漫并不属于我, 而是他逝去的妻子。 我比谁都希望他能尽快地走出来, 但只要我还留在他身边, 这张脸只能勾起他掩埋的那段回忆。 我翻出沈阔每个月固定打钱的那张卡, 塞进房间吊栏的花盆里。 从现在开始, 我们当真就迎货两气了, 房间内我轻轻道。 第二天, 我从沈阔的别墅离开, 路上接到了闺蜜小雨打来的电话。 他针针教导, 进水楼台仙得月, 你为他周末去夜市摆摊, 苦学做馄饨的手艺, 哪个霸总这么难搞, 喜欢吃这种玩意儿, 你别告诉我, 你俩七年了还没修成正果。 我沉默了, 我们分开了, 电话那头, 他叹了口气, 接下来什么打算, 还做策划吗? 要不要来我这儿, 上个礼拜, 周氏集团分公司的面试过了, 我明天去上班, 这是我新入职的一家公司, 只是冤家路窄。 人士带我去策划部报道时, 我碰见了祝林, 主管介绍我给部门的同事认识。 祝林当着众人的面冷下脸, 本来不想在自家公司历练, 才来周伯伯名下的公司, 没想到在这儿也能遇见晦气的人, 同事被他奇怪的态度弄得一头雾水, 只好在他走了之后安慰我。 姜姨, 林林没什么坏心思, 就是大小姐脾气。 当晚, 一张照片被人扔在公司群里, 照片里, 我形容狼狈, 正是那晚被程程泼了馄饨汤的现场照, 群里很快地八卦起来, 这不是策划部的新人江仪吗? 发生什么了? 勾引人家男朋友, 被郑主手撕了呗, 有人道, 公司也不做被调吗? 一个摆摊的也能入职, 他们很快地从侧脸辨认出, 站在城城身边的是祝林。 刘延可以杀死一个人, 我向来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 便有一群人关切地安慰他, 并八卦更多的细节。 祝林温柔地笑笑, 这种事在公司传开, 难免影响不好, 都散了吧, 策划部的同事纷纷地为他打抱不平。 林林, 你也太善良了吧。 要是我, 昨天就破口大骂了, 不乏有人在我面前拔高嗓门, 晦气, 和这种女人在同一个公司, 洗手间内, 筑林堵住我的去路, 勾唇笑道, 这不是我们新来的馄饨西施吗? 我眼神平静, 麻烦让开, 他却毫不相让, 伸手挡在我面前。 眼底的威胁不言而喻, 江仪, 我不过是给你点教训, 你是小偷做惯了。 当初偷话, 现在又敢寄予成城, 看见有人进来, 他压低声线, 我给你三天时间, 自己从公司滚出去, 别逼我把你曾经的烂事抖出来。 第二天, 例行会议结束。 办公室内, 策划部的领导将文件推过来, 笑得意味深长。 江仪, 公司这是器重你, 成城是公司负责的 演成画展赛事的特邀评委。 这个项目本来是筑林在跟进的, 谁都知道他和成城之间的关系, 有筑林的千桥搭线, 一直进展得很顺利。 那些梦想着一飞冲天的画手, 很多就是冲着成城来参赛的, 但是自从昨天筑林称定请假, 成城那边就宣告终止与周氏的合作, 明眼人都知道成城的意图, 只要让他出了气, 一切好说。 江仪, 我说过, 迟早你有求我的一天, 酒店的总统套房, 成城看着被是应声带上来的我, 眼里闪过一抹, 自得。 我将文件递给他, 成先生, 我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也希望你足够专业, 可以按合同履约, 他却仿佛没听懂, 高高在上道, 求人也要有个态度, 成城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扯进来的同时关上了房门。 红木酒柜旁, 他选了一瓶酒, 暗红色的流光似乎要从平身躺出来, 成城将酒起开, 递给我, 还没等我接过去, 他眼底便闪过不耐, 一手掐着我的下巴, 抬起瓶身猛地灌了下去, 室内温度适宜, 酒却太冷, 玻璃瓶口戳进我的喉咙, 辛辣的液体灌进胃里, 牵起肺部一阵猛烈的咳嗽。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沾过酒了, 这些年和沈阔出席过的晚会, 夜内没有人不知道他滴酒不沾的习惯, 更不会不知死活地给他敬酒。 作为他的女伴, 我压根儿没有替沈阔挡酒的机会。 大半瓶红酒都撒在衣服, 地板上, 层层丢了酒瓶, 眼里闪过不悦。 我强忍着不适, 只起身冷冷地看着他, 如果你气消了, 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那天在夜市里, 你欠林林一个道歉。 他取出手机, 打开录像功能, 吩咐道, 你跪下, 说你欺负了祝林, 如今真心地悔过, 呈呈打了一个响指, 仿佛施舍道, 或许我可以考虑, 继续和周氏合作。 他语调讽刺, 当然我不勉强你, 你自己做决定, 要虔诚还是要尊严, 话虽如此, 他却神色笃定, 我一定会向他低头, 片刻, 不见我动作, 男人挑着眉毛, 语气透着不善, 装什么, 我早查过了, 你平常根本不在那条 夜市摆摊, 林林说得对, 怎么偏偏那么巧, 就遇见了我们, 是啊, 我也觉得挺晦气, 我笑了, 诚诚, 你觉得这份工作 是什么香菠菠吗? 我将依旧非他不可, 他的冷笑置在嘴角,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身后, 男人却似恼羞成怒, 他猛地上前几步, 率先堵在门前, 眼里浮现得很劲儿恨不得, 将我生吞活泼, 江仪, 你欠我的, 这辈子都还不清,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抬眼看他, 你的话, 当真是我偷的吗? 沉沉沉默了一会儿, 眼里闪过一丝修脑, 他兄弟口中所谓的小偷, 一个我与他都心知肚明的栽赃, 他却并不打算澄清, 我的妈妈死于八年前的煤气泄露, 也许在世人眼里, 他算不得什么好人, 父亲和他离婚后, 有了新的家庭, 从没回来看过我们, 他被一个有钱男人用花言巧语, 骗得团团转, 直到人家的老婆带人找上门, 那晚, 他喝得醉熏熏, 脸上全是泪, 糊了一脸妆, 他扯着我的领子生死历劫地问, 你不是说你没有结过婚吗? 由摄入减难, 高昂的消费让他回不到从前, 他开始领不同的男人回家, 邻居们看我们的眼神, 也从同情转为鄙夷, 变故的前一晚, 妈妈破天荒地烧了一桌子的菜, 弄得手上全是水泡, 看着满桌焦黑的菜, 他又哭又笑, 最后扯着嘴角对我说, 小姨, 妈妈其实是个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第二天, 放学, 冲天的火光, 几乎要将房顶掀翻, 我没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关于她的流言, 也并没有因为那场死亡而终止, 我剪掉长发, 刻意地打扮得乖张, 将头发染得花花绿绿, 好像这样, 走在回家路上那条深巷里, 会变得更有勇气一些, 妈妈只教过我要乖一点, 懂事一点, 却从没有教过我, 怎么对付坏人的恶语与粗暴, 那个混混找上门时, 正直诚诚来找我道歉, 她将一本画册送给我, 让我不要把柱林的画放在心上, 这是她亲手画的, 算作一点弥补, 谈话间, 一个喝醉的混混隔着走道的破窗探进头来, 哟, 死了个老的, 还有个小的在迎圣, 诚诚当时便仗红了脸, 冲出去和她扭打成一团, 最后, 诚诚失手将人推下了二楼, 对方的家里张口就是五十万, 否则就要告她, 送她进少管所, 诚诚哭着问我怎么办, 十几岁的年纪, 一点点的波折便是惊涛巨浪, 柱林找到我, 只高气扬地告诉我, 她可以摆平一切, 对于我柱家来说, 不过是一点闲钱而已, 条件是让我从此滚出她与成成的世界, 我麻木地问她, 既然这么在意成成, 当初为什么要拒绝她, 她轻蔑地笑了, 难道要像你一样, 别人对你一点点好, 就像一条哈巴狗狮的感恩带着, 迦德, 柱林说她之所以拒绝成成, 是一种情调, 她享受被人追捧的快感, 那知道心高气傲的成成被拒后, 从此不再围着她转, 后来, 我去南方上了大学, 也断了和成成的一切联系, 她也联系过我, 打过很多个电话, 也发过无数条的短信, 我从没有回复过, 最后一条是, 林林说得对, 金子和垃圾混在一起, 又怎么被人发觉, 我将卡住消了, 从此消声匿迹, 至于那本她送我的画册, 早被我连同旧物一起烧了, 大学毕业后, 听曾经的高中同学提过一嘴, 成成成也的确不负助林所望, 成了名造一时的画家, 一别两宽, 这样很好, 男人阴智的眼神将我的思绪扯回现实, 成成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 是探究货品的, 而非打量人的, 她扣住我的手腕, 拉扯之间, 我的大衣滑至手肘, 薄毛衣露出尖头, 她的目光自我的脖梗向下, 落至锁骨, 眼神戏谑道, 处心积虑地出现在我面前, 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 我约成成在餐厅见, 是她说感冒了, 要我过来给她开车送她过去, 现在却倒打一耙, 放手, 我冷声地呵斥, 成成却钻得更用力了, 她绷紧牙关, 双眼通红, 姜姨, 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 能让我惦记这么多年, 我背着的另一只手想要开门, 却被她用力地扣住双肩, 脚下一个猎且, 身体倒向地面, 后脑也撞上门, 脑袋是顿疼的, 眼前虫影的厉害,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成成呆愣在原地, 有些无措, 我下意识地摸向口袋, 电话拨通了紧急联系人, 听筒那头, 一道清清冷冷的嗓音, 略有些迟疑, 姜姨, 还没等我说话, 手机就被呈呈夺走, 我用尽气力地扯着嗓子道, 是你说, 你身体不舒服, 要我来平江路的斯尔薇酒店接你, 她愣了一下, 恶狠狠地挂掉了电话, 我捡起地上的酒瓶, 爬起来砸向她, 成成被我眼里的狠劲儿吓住, 捂着胳膊吃痛地后退了两步, 我找准机会, 爬起来打开了门, 跑向走廊的那头, 身后, 诚诚愤怒地喊道, 姜姨, 你要是赶走, 我保证让你从今往后 在夜内混不下去, 深秋的晚上, 领风钻进毛衣袖口, 榨进身体最后的一点瘟疫, 这里距离租的房子太远, 我的手机和大衣都落在酒店里, 我蹲在酒店门口, 漫无边际地想了很多, 直到大脑一片空白, 我起身准备借酒店门口保安的电话, 打给闺蜜小雨, 这时候, 一辆黑色的冰粒, 驱散深秋的雾气, 悄无声息地停靠在酒店的路边, 车窗降下, 露出男人干净的侧脸, 沈阔皱着眉看我, 上车, 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 上车后, 沈阔侧身替我系好安全带, 随后摘下腕表递给我, 一番动作力落得不像话, 你要做什么, 他唇线上条, 似笑非笑, 揍人, 我一着急, 扯住他的袖口, 单薄的纯黑色衬衫, 露出沈阔的一截手腕, 有一种筋骨分明的漂亮感, 他一向是个过于老派的人, 显然听到那通电话, 就仓促地出门, 连外套也没来得及穿, 我颤声道, 沈先生, 犯不上为一个混蛋, 搭上自己, 他眼睫颤了颤, 把别人莽撞的行为揽在自己身上, 七年了, 放不下, 我看向他, 男人眼下淡淡的浅青色, 显然最近又没有好眠, 我聂诺, 我只是在能接受的范畴内尽力地完成工作, 如果做不到, 他扯着唇角, 眼烧发凉, 所以是事实是你喊停, 就能终止的吗? 那点含凉更像是审视, 眼眶涌上一点失色, 我别开脸, 放开扯住他袖口的手, 他却获得抬起手, 指负在腹上我脸颊的时候, 顿了顿, 沈先生, 你违规了, 我避开他的视线, 其实是很怕从他的眼里看到哪怕一丝的怜悯, 他被气笑了, 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 现在是合约之外, 我有些恍惚, 出神地看向车窗外, 街道上行人稀稀落落, 我从没见过这样失态的沈阔, 也许是我的这张脸, 让他想起了那个令他魂牵梦营失去的妻子, 表盘上的甄悬过很久, 对不起, 沈阔率先开口, 温淡的嗓音仿佛刚才的失态是我的错觉, 我执意地要回自己住的地方, 沈阔没有再坚持, 你的东西我会让李叔拿回来, 夜里我蜷缩在出租屋的床上, 很轻易地陷进过去的梦里, 如果有一身光, 我也想光明正大地敲开他的房门, 为自己争取一次, 轻声地说一句, 沈先生, 其实我喜欢你啊, 可是那样不堪地过去, 那样难以启齿的家庭状况, 任谁听了都决则舍, 更何况, 在我遇见沈阔时, 他算是我一身狼狈的见证者, 一个满身疮痍的人, 又怎么舍得把神明拉下圣坛, 早上, 李博开车送来我的手机, 他看着我, 欲言又止, 我浅浅地笑了一下, 说自己要去上班了, 在我做好被辞职的准备时, 策划部的领导却说我不用走了, 他笑得谄媚, 你有总公司的门路, 也不提前透露一下, 下午公司内部的电邮, 总公司上层下发的通知, 禁止员工在公司内传播私人生活的事, 这个接过眼上下这样的通知, 明眼人都知道, 这话意味着什么, 有人保了我, 领导说, 周氏集团的晚会, 总公司的周董特意地 让分公司的策划部出席, 说是有大人物过来, 晚上出发前, 同事取笑祝林, 大小街也跟我们挤一辆商务车, 车厢内, 祝林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假妹, 我那台破车怎么拿得出手, 不像某些人, 豪车都坐腻了, 和我们几才奇怪, 林林, 这是什么意思啊, 有人寻出他话里鬼秘, 假意地拉长语调, 祝林半眯着眼, 看向刚上车坐定的我, 我男朋友昨天亲眼看见, 某人出了酒店就上了一台宾利, 今天总公司就下发了这样的通知, 如果我记得不错, 总公司的周伯伯出行, 司机惯常开的就是宾利, 他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破坏人家家庭, 插足别人感情, 你和你妈还真是有样学样, 听他提到我妈妈, 我抢逼自己压下翻涌的情绪, 咬紧牙关道, 造谣要讲证据, 你是准备在警局里再讲一遍吗? 他被我的话一噎, 终于掩齐息鼓, 林林, 算了, 不值得为这种事生气, 是这个道理, 谁像林林你一样, 含着金汤匙出声, 这年头能走捷径, 谁愿意为公司做牛做马, 还一辈子出不了头, 气氛尴尬, 同事们纷纷地劝和, 言语中又难言比语。 宴会之上, 周董事长身边站着的男人, 挺刮的西装, 衬得他身形修长, 男人举手投足间, 金贵从容, 堪称漂亮的眉眼, 引得一众人侧目, 例行地讲话过后, 晚会开始了, 在场的人都在猜测, 那个年轻男人的身份, 竟然连周董也要陪着笑,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手指, 低难着出声, 沈阔, 他似乎天生该是站在聚光灯下, 见我盯着那个方向, 助林凑过来, 压低嗓音道, 周勃勃的年纪, 做你的父亲都绰绰有余, 姜姨, 你还要不要脸, 与此同时, 沈阔的目光也投向这边。 助林请客间, 换了一副嘴脸, 当着众人的面, 推了我一把, 吃笑道, 还不替周伯伯给沈总敬一杯酒, 周围人不怀好意地起哄。 我被推得列切了一步, 勉励地扶住桌角, 有些难堪地垂下眼, 他不喝酒, 沈阔眼睫低垂, 黑毛里情绪不明。 我接过世者手中的饮料, 众目睽睽之下, 我硬着头皮迎上沈阔的目光, 一句话说得磕磕绊绊, 沈总, 这杯饮料敬您。 一旁的柱灵眼唇低笑, 江仪, 你刚才不是说沈总不喝酒吗? 你手里拿的可是陆酒啊, 四下里传来怯怯的笑声, 没见识的香巴佬, 周董陪着笑, 打着哈哈, 沈总见笑了, 手底下的员工不懂事, 沈某的确滴酒不沾, 他自然而然地接过我手中的高脚杯, 但是自家夫人的话, 还是要听的, 话音落下, 全场哗然。 柱灵满脸通红, 不可置信地问道, 她是您的太太, 沈阔没有理会她。 琉璃灯头硬下, 他抬手一饮而尽, 这场晚宴, 因为沈阔的缘故, 我笑得脸都要僵了。 他却从善如流, 向每一个过来攀谈的人 介绍身侧的我。 晚宴结束后, 试着去停车库取驳好的车。 车还没开过来, 我和沈阔站在原地, 一时无话。 他动了动唇脚, 正要说什么。 柱灵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跑得急了, 高跟鞋差点要甩掉。 柱灵站定在我们面前, 好像没看到我一样, 笑盈盈地对沈阔说, 沈总, 以您的地位, 实在不必为这种人周全, 沈阔挑眉。 他迟疑地开口, 他被人包养, 您也不介意, 见沈阔没有丝毫触动, 柱灵紧皱着眉, 换了个说辞, 我和江仪也是高中同学, 本来不应该这么说他, 可您是个好人, 我不忍心看您受人蒙蔽, 他字字句句。 语气恳切到连我也深信不疑, 自己是个实恶不赦之徒。 我是个好人, 沈阔忽然笑了, 眼神有些捉摸不透, 的确耸人听闻, 只是不知道他这句耸人听闻, 是指助林说的话, 还是他的这句好人评价。 助林以为他听进去了, 眼眸一亮, 随即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沈阔扯着唇角笑了笑, 助小姐还不知道吧, 沈某也是被人包养的, 他搬过我的肩头, 嗓音微凉, 金主在这儿呢, 沈某剧内, 不多谈了, 三言两语地结束话题, 沈阔带着我离开。 回到车内, 沈阔的眼神却骤然冰冷下来, 嘴巴不干净, 自然会有人教他怎么干净, 今晚发生的一切都如梦似幻。 我好不容易才缓过劲而来, 抿了抿唇, 问,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了? 男人侧头, 很认真地看着我, 你想的话, 随时可以, 有好诗者拍了晚宴的照片。 很快地他们发现, 关于沈阔这个人, 能翻出的资料寥寥无几。 被冲上C氏热搜的, 还有晚会上, 沈阔一张轮廓分明的照片。 头三条是, 沈阔剧内, 隐婚大佬不得不说的二三氏, 沈总出道吧, 让那鱼开开眼, 在铺天盖地的热搜中, 还夹杂着一条, 昔日天才画家成城, 背后竟是抄袭狗, 一席之间。 天才画家成城跌落神坛的消息, 不静而走。 成城有今天, 我并不意外。 几个月前, 我在沈阔郊区别墅的仓库里, 看到一幅名为 她的落灰的画作。 沈阔用她垫仓库里的旧桌角。 当年, 成城就是凭借着这幅 被神秘商人天价拍下的 她, 名造一时。 那时候, 我便什么都明白了, 这些年, 我对成城心怀愧疚, 沈阔都看在眼里。 她默默地替我 还着这份内疚债。 或许, 沈阔是希望有朝一日, 我得知一切, 能够更坦然地面对成城。 酒店的事情一出, 沈阔也懒得再装, 只不过让人随意地 抖了一些她的黑料出来。 成城本就是被资本捧上来的画手, 却十分适才傲物。 因为在业内小有名气, 之前她屡次地拖欠 合作公司的画稿。 即使违约, 也有人陪着笑脸, 上赶着求合作。 如今, 被人实锤。 成城抄袭国外画手的事件一出, 那些与她的合作的公司, 纷纷地发布了终止合作的声明。 与此同时, 她还面临着多家公司 对她之前违约行为的索赔。 网上的舆论骂得很难听。 祝灵不得已发了微博, 说自己之前眼瞎 才会看上成城那个人渣。 从今以后, 任世事纷扰, 她只愿独立兼任, 做新时代女性的表率。 再次见到成城时, 她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蹲在公司楼下。 我以为她是来找祝灵的, 却没有想到, 她看见我, 谋色一身, 起身拦住我。 城城低下头, 嗓音尖色。 江仪, 当年的事我知道了, 祝灵为了和我分手, 把什么都说了, 她自顾自地叙道着, 从祝灵当年开出那五十万的条件, 到这些年, 她从没有忘记过我。 我冷眼看着, 七年前, 高傲得不可一世的少年, 变成如今这个胡子拉叉的诗意男人。 说到激动处, 她深情地望着我, 我如今真心地悔过, 你, 还愿意回头吗? 我忽然觉得有些讽刺, 你不会以为, 当初我是因为祝灵出了钱, 才离开你, 我语气冷硬, 即便没有那件事, 你我也没有丝毫可能, 她被我话里的笃定震住, 脸白如纸, 哆嗦着嘴唇摇头, 不可能, 你在骗我, 江仪, 你在骗我, 我勾起唇角,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怎么想的吗? 接近我, 拯救我, 失足的母亲, 孤苦无依的女儿, 没什么比这些更能满足你膨胀的英雄主义, 我垂下眼帘, 轻声道, 当年那些人骂骂我的母亲, 用恶毒的语言诋毁, 攻击我时, 你是真心地为我难过, 还是觉得他们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 哦, 我翘起唇角, 你当年已经告诉过我这个答案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我一字一句道, 每说一个字, 她的眼眸就灰暗一分, 最后, 我看着她, 将怜悯包装成爱意, 还要我感恩戴德地接受, 你不觉得自己可笑吗? 不知道是我的哪句话刺激到澄澄, 她低下的头重心抬起, 眼里闪过一丝怨怼, 因为沈阔对不对, 因为她, 你才这么对我, 我不想再与她争辩, 转身准备离开, 澄澄却双眼通红, 攥住我的手臂, 你知道沈阔结过婚吗? 知道, 一直都知道,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 给出肯定的答案, 你宁肯这么做见自己, 也不肯给我个机会, 她眼里写满不可置, 你真是让我失望, 你母亲的在天之灵 都会为你感到羞愧, 我听了觉得好笑,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失望, 远处的天空一片灰蒙? 我闭了闭眼, 再次张开时, 谋底只有笃定不移, 你错了, 我妈妈只会感到庆幸, 她的女儿当年 没和一个人渣纠缠缠不休, 澄澄颓然地松开手, 突然痴痴地笑出声, 你会遭报应的, 姜姨, 那个女人要是回来了, 沈阔身边还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她一边笑, 一边走得姿怯, 看着那道摇摇晃晃的背影, 我陷入了更深的疑惑, 沈阔的妻子不是已经过世了吗? 看你的反应, 应该也没想到吧, 柱林公司门前的雕塑背后走出, 看来刚才我和澄澄的谈话, 都落入她的耳中, 她叫顾玉, 美玉无瑕的玉, 和某些肮脏的玩意儿不一样, 柱林抬起下巴, 你以为你如今的一切, 是凭借什么得到的? 你将疑也不过是神总怀念前期顾玉的替代品, 他们青梅竹马, 一路扶持, 只不过因为生意上的分歧, 才选择分开, 要不是顾玉这些年一直在国外, 你会有可乘之机, 柱林细细地打量着我的神色, 试图从中找出一丝崩溃或是绝望, 可是没有, 我的脊背挺得笔直, 这些年相处得点点滴滴, 做不得假, 不管是过世的妻子, 或是远在国外的前妻, 他们什么时候结过婚, 又是什么时候分开的, 沈阔他根本没有必要骗我, 餐厅里我麻木地咀嚼, 吞咽着面前的食物, 我似乎也成了一个胆小鬼, 明明知道, 只要我去问, 沈阔就会给我一个答案, 可是事到临头, 我竟有些不敢, 甚至惧怕那个答案的出现, 我本来已经做好了, 真正意义上为自己争取的心理准备, 一直以来, 我都很会伪装, 假装穿上肩不可摧的铠甲, 就可以抵御外界的鸣枪案件, 可是柱林的话却像一把斧头一样, 悬挂在我头顶,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把锋利的斧头会轰得一声落下, 这几天, 我刻意地对沈阔避而不见, 直到某一天, 柱林发过来一条短信, 沈阔要收购住家名下的公司, 透过文字, 都能看出她的怨恨, 沈总究竟是要替你报复, 还是替她一个像极了她心头白月光的女人报复, 我没有回复, 她却不依不饶, 又发来一条彩信, 彩信的内容是她的一张自拍, 齐熙的黑裙将柱林的身段勾勒得极好, 她说, 姜姨, 你等着看, 就算是替代的花瓶, 我也要比你拿得出手, 我接到沈阔的电话, 去往酒店时, 正碰上被沈阔拒之门外, 一脸狼狈的柱林, 沈阔语调散漫, 正常的商业兼并收购而已, 像住家这样的, 几年下来一双手都数不过来, 她嗓音微凉, 要是谁都像祝小姐一样, 穿得清凉一点, 到沈某面前晃一晃, 掉几滴鳄鱼的眼泪, 沈阔话说到一半, 贴见我的身影, 笑了笑, 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 怎么还过来得这么迟, 柱林几乎咬牙切齿, 扭头看向我,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不等我回答, 她气急败坏地跑掉了, 柱林不知道怎么打听到这个消息, 李伯给我说过, 因为明早要去机场, 沈阔今晚不在家, 订了离机场最近的酒店, 我的目光跟随着那道狼狈的背影, 却被沈阔曲起食指, 敲了敲前额, 我有些恼怒, 皱着眉头看她, 沈阔难得的有些负气, 你要看好我, 我和她对视良久, 终于在那双漂亮的毛子前, 败下阵来, 我伸出双手, 环过她的脖梗, 打趣道, 我不看好你, 你就被别的妹妹勾去浑了吗? 她正了正, 似乎很受用, 敏唇笑着讲, 姜姨, 这还是你第一次同我撒娇, 我红了脸, 笑声道, 师从林妹妹, 她意味不明地吻了一声, 俯身吻了下来, 门不知被谁关上的, 昏暗的灯光, 如同星星一般, 散落在她眼底, 与夜色肆意地纠缠, 不知过了多久, 沈阔伸过手臂揽着, 微凉的指腹擦过我的唇角, 她艳足地低笑, 其实, 你不来, 我也很守难得地, 半夜里被梦掩住, 我从梦里惊醒, 手下意识地摸索着碰身侧男人的脸, 室内太暗, 男人的睡颜在夜色里, 轮廓并不分明, 我心底叹息一声, 说不在意是假的, 但是这么多年了, 沈阔酒精商场, 有一些花红柳绿的过去, 也不算说不过去, 沈阔开车将我送到郊区的别墅, 说让我在家里等他, 等他走了, 我找到李博, 询问, 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他的照片, 李博有些疑惑, 他, 我敏纯找不着, 嗯, 就是他的, 前妻, 李博愣了好一会儿, 反问我, 先生结过婚了, 他矮声道, 我在沈家工作二十年,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没有继续为难李博, 中午时候, 沈阔带着一个女人回来了, 一条束腰的玫瑰红裙, 光线衬得他皮肤发白, 他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我几乎请客间便断定, 他就是顾狱, 沈阔去机场不是出差, 而是去接人, 接的人正是顾狱, 他打量着我, 眼眸一弯, 亲爱的, 你不知道我有多忙, 但是你们家沈阔, 不顾死活地 将我从国外薅过来, 他扯着唇角, 似笑非笑的模样, 神态像极了沈阔, 他学着沈阔的话, 绘声绘色地模仿道, 小孩学会赌气了, 再不澄清, 下场堪忧, 沈阔则站在一旁, 一脸的无可奈何, 他说这是我们的private meeting, 将沈阔推了出去, 房间内, 顾狱向我解释, 他和沈阔是同父同母, 如假包换的亲姐弟, 这些年被拍到一些在一起吃饭, 逛街的照片, 简直再正常不过, 沈阔又一向懒得理会这些, 从不解释, 助灵请的私家侦探, 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 挖出这样天大的秘密, 以前, 一些不知情的外人见到他们, 都以为是一对, 顾狱告诉我, 十几年前, 沈阔和顾狱的父母决定离婚, 两个人, 一个女强人, 一个老古板, 在生活中彼此不肯退让, 都倔强地不像话, 这段婚姻并不和睦, 多年的搓磨下来, 他们达成共识, 和平地离婚, 两个孩子, 一个跟父亲姓顾, 一个跟母亲姓沈, 沈阔的父亲大半的业务都在国外, 顾狱也跟着过去了, 多年下来, 二人的父母虽然做不成夫妻, 却也算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顾狱扬了扬他指尖的婚戒, 那戒指熠熠闪光, 我在国外已经结婚了, 一个人的幸福是装不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一顿饭, 沈阔提醒他, 别赶不上晚上的航班, 顾狱就嬉笑着骂他,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这样言笑艳艳的家庭气氛, 是我从没有感受过的, 走之前, 顾狱很真诚地祝福我, 下次见面, 希望是在你们的婚礼上, 送别顾狱后, 我们回来。 沈阔眯着眼睛笑, 说他这下真得工作了, 不然日后破产了, 我就会跟别人跑了。 他说那话时, 眉间拢着深深的倦意, 我有些过意不去, 本来直接讲明白就能解决的事, 却因为我的不敢面对, 生生地蹉跎了好几天。 我小声道, 我在客房的吊篮花盆里, 藏了一张卡, 里面的钱都是你这三年打给我的, 加上这些年我存的钱, 足够我们买一个小房子, 他揉着我的脸, 轻笑, 还真当真了, 这次沈阔是真要去国外一趟, 有个项目需要他亲自过去处理。 出国前一天, 我和沈阔去江边散步, 车还没开出住宅区, 就看到路边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助灵进不去, 就在这里苦等着。 我决意自己去面对, 沈阔摸了摸我的头发, 笑着说好。 近距离看到助灵时, 我也有些讶异, 从前娇生惯养的大小街, 现在穿着过时不合身的衣服, 蓬头垢面, 形容狼狈。 他见到我时, 眼圈红肿。 助灵说成成风了, 逢人就说, 自己是个天才。 甚至到曾经的合作公司去闹, 说他们有眼无珠, 却被人赶出门, 耻笑他的话还不如一个三流画手。 我一脸平静地听完他的话, 没有丝毫触动。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义愤填膺道, 江仪, 你真的很冷血。 我微笑, 比冷血更难听的话, 你都说过, 对我现在的反应, 你应该并不意外。 他眸光闪了闪, 眼里的气势也骤然矮下去, 无意识地喃喃, 当初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会认识沈总, 人应该知恩图报。 下一秒, 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可笑, 扑通一声跪下来, 祈求道, 江仪, 算我求你, 让沈阔高抬贵手, 放过住家, 住林苍白的脸上, 没有丝毫血色。 强导众人推, 看来这些日子, 他并不好过。 江仪, 被追债的人堵在家里, 还有成成那些兄弟, 喝醉了就到我家门口来骂, 他们说我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我爸爸都被弃进医院了, 他的声线逐渐地染上哭腔, 你曾经也经历过这些, 设身处地。 不会有人能像你一样, 与我感同身受, 他攥着手心, 生思力节道。 如他所愿, 我的眼里闪过一丝动容, 我示意他赴耳过来, 在他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话。 听到我的话, 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 颓然地跌坐在地上, 眼里一点点地浮现灰白。 我没有再看他, 转身上了车, 沈阔将车开到江边, 停了下来。 他撑着手臂,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沉默了片刻, 坦诚道, 有困难, 找警察, 下了车, 他似乎一下, 心情变得很好的样子。 我仰着脸问他, 你笑什么, 沈阔摸了摸我的头发, 有点欣慰, 自家小孩而总算有些长进了, 暖橘色的路灯光 晕江四周笼罩, 江面整个暗下去, 这里的光却生腾在半空里, 摇摇晃晃的, 却似乎永远也不会熄灭。 番外, 沈阔这些年见过形形色色的女人, 她们或美艳, 精明, 把世俗的颜色挂在脸上, 或清汤寡水, 涉事不深, 眼里写着清澈, 愚蠢的一张白纸, 像江仪这种知识顾而不是顾的人, 实在太少, 难得地被她遇见, 只此一个足矣。 二十六岁, 她被信任的人摆了一道, 初出茅庐的年纪, 哪个人没有血气? 姐姐顾欲总说她不够有烟火气, 应该裱在墙上, 成年四季地让烟气而熏一熏才好。 那时, 她驱车停在一个城中村外, 拥挤的人潮, 一团热闹, 可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那是沈阔第一次见江仪, 很奇怪的一个女孩, 打扮得很乖张。 她堵在一个卖废品的三轮车跟前, 让对方把少算的钱还给她。 那个男人不肯, 她毫不让步, 抿着嘴巴, 神色倔强。 沈阔却一眼看出女孩的虚张声势, 整个尖头都在发颤。 对方企图少给点钱, 嘴上也骂骂咧咧的, 说的话很难听。 其实只有五块钱, 沈阔虽是生意人, 却没有讲过这样的价。 本想要一走了之的她, 一时兴起, 替她们调停。 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 她偷偷地塞给那个中年男人几张纸钞。 对方一脸惊恶, 随后眉开眼笑地走过去, 把欠下的五块钱还给那个女孩。 沈阔暗笑, 自己什么时候成了什么多管闲事的人。 想要离开的时候, 方才的女孩却走到她面前。 卸下与之前那个男人对峙时一脸防备, 小声地对她道谢。 又很迟离地问她, 要不要去喝一杯茶, 多别搅, 不走心的答谢方式。 她要答应, 怕只会让她更慌。 很久, 不见她回答, 女孩儿面上明显地有些局促不安。 鬼使神差的, 她应了一声好。 显然, 女孩儿也没有觉得她真会答应, 愣了好一会儿, 才带她上了楼。 总共也就三层高的V楼。 女孩儿的家在二层的一个屋子。 沈阔在那时候, 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家徒四壁。 屋内意外地很干净。 破旧的毛绒玩具, 墙上不合时宜地挂着两件奇装异服。 两人在这种情况下, 诡异地坐了五分钟。 沈阔率先打破僵局, 爸妈呢? 不在家,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却反问她,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沈阔的衣着的确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她无意地让对方陷入窘境, 只好翘着唇角, 诉说自己的失意。 一个故事, 七分针, 三分架, 连沈阔自己都差点深信不疑, 故事中被她描述的那个惨兮兮的主角就是她本人。 她平静地听完, 脸上的动容渐深。 人生哪有过不去的坎儿, 一种老学究的口吻。 她实在不擅长安慰人。 一句话说完, 便不知道再说什么好。 后来, 她执意地要送她出去。 走到路口的时候, 沈阔说不用继续送了。 后来她偏过头看了一眼, 女孩就站在原地不动了。 明明乖得不像话, 却把自己弄得全身是刺。 沈阔深安未经她人苦, 莫劝她人善得道理。 记忆里, 那束月光打下来。 她笑着看她, 你就站在这儿不要动。 她仰着脸看她, 扯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你是要给我买橘子吗? 她被气笑了, 沈某自问还不到做你父亲的年纪。 她眯着眼睛笑, 原来您姓沈啊, 明明是一句很普通的感慨, 配上那样的笑页, 月色也变得醉人起来。 沈阔突然有一种冲动, 想看她一直做乖小孩的样子。 后来不忙的时候, 她常来, 只是不再见她。 说不清是因为什么, 偶尔倒真能碰见她。 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 她在街口吃馄饨, 手里也没闲着, 把玩着一个打火机。 打火, 熄灭, 再点着, 再吹灭。 沈阔数了数, 她大概闭着眼, 很虔诚地许了三个愿望。 当然, 最后那份 馄饨她也没能吃完。 不知道女孩 接了个什么人的电话, 接下来便胃童嚼辣, 眼泪啪哒啪哒地 往馄饨汤里掉。 后来机缘巧合, 也或者说是有意为之, 她资助她上大学。 她很感激, 不住地道谢。 她很认真地对她说, 沈先生, 你真是个好人, 沈阔不喜欢她这样的客气, 随口地扯了一个谎言。 因为你很像我逝去的妻子, 理由可以有很多个, 她却选择了最别角的一个。 后来, 她也借着这个谎言, 与她签下那样的合约。 一开始, 她做的馄饨真是很难吃, 也不知道是怎么卖出去的。 日复一日的, 明明每周只会见一次, 她却用剩下的时间, 发疯似地想她。 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得吓了一跳, 又自觉龌龊。 横根十岁的差距, 她读大学。 她才念小学, 一束梨花鸭海棠, 她有什么资格去绑住她? 她自问当不起她口中的好人。 她顾忌着年龄的差距, 不敢贸然地开口, 但也不是个傻子。 她渐渐地发现, 将一看她的眼神 并非全然是感恩, 一种她很熟悉的情愫。 有一次, 她下意识地 将她的名字写在纸上, 险些被她撞破。 小姑娘看她惊慌失措地 将本子扣住, 难得得有些业余, 这年头的正经人, 谁写日记呢? 今天是她的忌日, 她随口胡舟。 她当时就沉默了, 几倍都是僵硬的。 还有一次, 她是真被她气得狠了。 车厢内, 她的话几乎要戳破 她一直以来自以为是的伪装。 沈先生, 你违规了, 该死的, 她不止一次地 想要揭开那个谎。 又蠢肚着, 届时, 她会怎么看自己。 一个处心积虑地 欺骗了她的人。 后来, 她想, 如果能重回那一天。 她在新加坡的 酒店房间门口, 最眼迷离地问她, 沈先生, 你的白月光 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想, 她会小心翼翼地 拂过她的脸, 认真地告诉她, 是这样的眼睛, 这样的眉毛, 这样的鼻子。 她就站在我面前, 横跟在他们之间的 从来都只是 自己的谎言。 她不够坦荡, 她从来当不起 好人这个词。 有几天, 她刻意地闭着, 不肯见她, 发现她的反常。 沈阔稍稍地查了查, 便知道又是 祝林搞的鬼。 她开始头疼, 从前很多人 误认为 姐姐顾玉和她是一对, 她向来懒得解释。 拨通顾玉的电话, 对方夹杂着 半扬不扬的问候。 沈阔皱着眉, 说中文, 对方呸了一声, 老古董, 那通电话 结束的时候, 姐姐却也 很认真地问她, 认定了, 认定了, 她听见 自己的声音道。 摇晃的江面, 她的神明, 一直在身边。 江仪的目光 掠过江面, 小小的灯, 倒映在江波上, 淋淋波光, 似乎永远 也不会熄灭。 她瞬间 惊喜地 像只雀跃的鸟, 拉着她 看着人间 最寻常的景致。 江仪不知道, 她在看灯火倒影, 她望着的, 却一直是她, 从未变过。 她看着人